那这个欧洲国家波兰 波兰总统也到了北京进行国事访问 当然跟中国之间 在俄乌问题上是有一些这个矛盾的 因为波兰是反俄是非常旗帜鲜明 支持乌克兰也是一样 不遗余力 那习近平要跟他这个举行会谈 签署合作文件 然后他这次访华前 接受了波兰内部媒体的访问 讲了大白话 这次我访华三个重点 而且三个重点还是排序过的 第一个重点大家想不到 签证可不是俄乌啊 签证然后经济 然后才是乌克兰局势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大家还记得吗 中国大陆这个单方面 给了欧洲很多的这个免签 独独没有波兰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看起来没什么 对波兰来讲多重要 所以他访华的第一个重点 放在我也要免签 我也要签证问题 当然过去他旗帜鲜明 曾经放话过要肢解俄罗斯 可以说是众多国家当中 反俄旗帜鲜明最反俄的国家之一 我们可以看 其实现在整个局势最主要就是 从欧盟制裁中国大陆那时候开始 那当然它里面真正在推动的国家 其实是西班牙跟法国 他们就很潜意在一定要制裁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那这个当然那时候中国大陆有警觉 他们也透过非常多的管道 就是说能够化解 但是因为现在欧洲都知道 是一个右派的一个政局 只要看两个礼拜前 欧洲议会选举的情况就知道 这个欧洲议会选举一出来 法国总统马克宏马上宣布解散国会 我要重新选 什么时候选呢 其实就一个礼拜后 6月30号就要选了 我们今天6月23号大家讲 好像没有感觉 那这个当然它里面有个考虑 因为他7月26号巴黎要办奥运 他不能再偷了嘛 赶快找找解决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对马克宏来讲 他人生一搏 因为右派已经势力这么强大了 每一个欧盟的国家都是非常右派 都要跟中国大陆对抗 那中国大陆当然他的动作就越来越清晰 好你西班牙 你的一比例猪肉都强没关系 你进来中国大陆 他实际上其实是23 他们去年就是说你进了 你外销的猪肉有23是进入我中国大陆 那欧盟的国家有36的乳制品 是进入中国大陆 所以我其实是有筹码的嘛 我筹码太多了 所以现在德国为什么要赶快派副总理过去 在波兰总统之前他已经去了 现在人正在中国大陆 为什么 因为德国的车辆大家也知道嘛 不管你是宾市 是BMW 对不对 后的那个福斯汽车 中国大陆像我们三十几年前去采访的时候 所有计程车几乎都是福斯汽车 德国跟他合作多久了 那现在呢 现在如果你要抵制人家的电动车 那人家抵制你的汽油车刚刚好啦 对不对 所以对德国来讲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的汽车80%是外销的 所以中国大陆他有的是筹码 你看每个国家他自己的这个核心力不一样 像西班牙这个猪肉超重要啊 德国是汽车啊 那波兰还讲签证啊 对不对 是 那你今天因为因为这两场战争 你让俄国或者过去的那些国家 比如说金砖四国五国现在十国 它的那个紧密程度更结合 对不对 比如说你就这半年来最大的消息 你看沙奥地阿拉伯的石油 不要再跟美金挂在一块的话 不跟美洋挂在一块的话 那当然对他们整个市场来讲 对整个金砖国家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转变嘛 那中国大陆现在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所有的敢有这样的做法 其实最主要的底气在哪里 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 他用自己这个市场就可以 cover所有的啦 对不对 你用Apple的 你用Android的 没关系我就鸿蒙嘛 我就因为我自己 自己人来用 我都这个市场就很大了 就占世界多大的市场 所以我不怕嘛 那你们虽然现在用很多东西背给我 那美国现在看了就是说 你一定想在AI又要跟我们抢嘛 所以现在他会把中国大陆的 这些学生把它够押 你们是不是来这边 要来偷窃我们的AI技术 我看很多人看不清楚中国大陆里面 他其实他所展现会超过你想象的 对当然这个大国的工具箱里面 工具都是无穷无尽了 这个美国也是中国大陆也是啊 这样战争会这个继续下去 还有一点点时间太惨了 这个加萨红十字会的办公室被炸 二十二死红十字会 然后在美国也引发了一些内讧 负责巴以事务的副国务卿请辞 这是目前为止请辞最高的 当然现在说他是因为这个什么健康啊 家庭因素啊可能吗 其实我先讲后面这个 因为这个比较严重 美国跟以色列纳坦雅胡 最近真的在闹内讧 纳坦雅胡大家记彼 他有一段影片在那边骂美国 他说你不提供给我武器 扣押我武器不给我们 然后美国也反制他 说取消了美业之间的高层会议 安全会议就取消那个会议 固然吵了一架 所以他们两个就真的是闹翻了 吵了一架 但是后来来讲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彻底的闹翻了 他美国现在解释是说 我们没有要取消 我们只是将这个会议做延期 没有要取消 所以拜登现在左右为难 但是我觉得最严重的是什么事情 从这个动作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巴勒斯坦的 这个难民人道的问题没有解决 你这个人道问题没有解决来讲的话 美国会担负着全世界 对他舆论的责备 连红十字会 22死 所以美国 但是问题是说 如果说以色列没有这种 这种2000磅的那种专利弹来讲的话 他也打不了哈马斯 我要特别强调 哈马斯现在已经不是人了 他已经 这个三个日 哈马斯已经变成一种精神标志了 你知道 在加萨首郎那边 已经变成一种精神标志 那这种状况下 你根本就是没办法去消灭 一个精神标志的东西 你消灭人可以 你消灭不了精神标志 所以美国跟以色列现在来讲 他们两边来讲 也因为美国自己拜登要选举 他也为了他自己选情 他变成说这两个国家都是一样 叫做父子骑驴 给也不是 不给也不是 都会影响到他选情 那巴黎奥运来讲 我觉得这真的是 到时候大家整个看 你记不记得每一年夏天的时候 欧洲那边热浪袭来 很热 我就要讲 对啊 热得要命 那都跳到游泳 跳到那个喷水池里面 而且选手 不是一般人旅客忍一忍就过了吗 在那种大运 那么大量运动之下 我想起我那年去巴黎 去玩过一次 我就很好奇 说怎么巴黎 我去他们那家 有一家大的这种 百货公司叫拉法业 地域里面它没有冷气 我蛮好奇的说我们在台湾 这个都有冷气 为什么他们 大部分都没有冷气 欧洲很多没有冷气 可是问题是说 现在以前你可以没有冷气 现在气候变先到这种程度 现在六月嘛 他们预测 726的温度 不会超过30度 不会超过30度 他们早晚是蛮凉的啦 因为说打开窗户 他说最高温30度 他们有预测 现在预测7月可能不是那么准吧 不是啦 可是他就是这样推出来的 对啦 对啦 可是现在就是说 我印象中他这个7月份 这运动会 你这个奥运时间是拉上 很长的一段时间运动会 你我印象中看见是 因为每个比赛时间都不一样 假设 726到818月11 两个礼拜而已啦 对啊 可是问题是说 以前我们看欧洲那个热浪袭来 好像会热死人很多 包括德国 因为他们没有冷气嘛 所以很多都热死 你想想看 如果说我的比赛要在明天 我今天中暑怎么办 对不对 不是说中暑 那确实是会影响到 如果说 你看什么地方的选手啦 我跟你讲心情就不好 晚上那么热睡觉 会影响你的成绩啦 对不对 韩代地方的选手 他到这地方来 他对26度对他来讲 可能就不适应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研 德国专利招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费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